以色列跟阿拉伯國家 之前有過五次的抵押戰爭 這五次的結果 以色列有兩次 他都被打得很慘 他也被滅搏 我必須要講 以色列就算讓他再打贏99次 他只要有一次戰敗 他就被滅搏了 所以對於以色列來講 這場戰爭是生存之戰 他非勝不可 這就是為什麼以色列 對哈馬斯手段 會這麼殘忽 這麼慘無人道 以色列這36萬大軍 攻入加薩州郎 有沒有辦法說在短期之內 前面叫加薩州郎裡面的哈馬斯 先講個結論 我覺得機會不大 坑道作戰 以色列軍隊就優勢完全沒有 你進入坑道之後 無限天就收不到了 你會迷失掉方向 兵力越分越少 另外哈馬斯也會佈置一些鬼內 火力上的優勢 科技上的優勢 兵力上地形上 優勢完全沒有狀況之下 你貿然進入坑道裡面 就死路一條 我們都知道以色列 跟阿拉伯國家 之前曾經有過五次的 這種以阿戰爭 那這五次的結果 其實以色列 有第一次建國戰爭 跟這個第四次戰爭 贖瑞日戰爭 其實這兩次 他都被打得很慘 差一點被滅國了 所以他不是百戰百勝 我們印象中覺得 以色列這國家好像戰力很強 是很強沒錯 也很團結 就非常感動 他有科技上 軍事上的實力 可是他也曾經 這兩次戰爭 六五次的戰爭裡面 有兩次他也差一點慘遭滅國 也是剛開始戰敗 後來在美國的歷行之下 他才能夠反敗為勝 那五次的作戰 他都能夠戰勝 是不是代表 他每一次作戰都能夠成功呢 我要跟各位講 這五次戰爭 我們從這個 雙邊的態勢來講的話 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以色列就算讓他再打贏99次 他只要有一次戰敗 只要有一次戰敗 他就被滅國了 所以對以色列來講 這場戰爭 今天這次的戰爭 對他來講是生存之戰 他非勝不可 他只要失敗一次 他就滅國 但是我們看 如果說不管是下面的埃及 這是埃及的西奈半島 或者是約戰 甚至於敘利亞 伊朗這些國家 因為他國主面積很大 他就算戰敗了 頂多就是桑桑元氣 但不至於說是滅國 可是以色列不一樣 他如果說戰勝99次 他只要有一次的戰敗 他就面臨滅國的危機 所以因此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要認為說 以色列一定非要打贏 在他的心態裡面 國防部非要打贏 這次的戰爭不可 所以為什麼納坦雅胡 這個極右派 他現在領導人 加上他國防部長 講的話都非常的狠 就是說我們這個要將 哈馬斯從地圖上抹去 對我們的部隊 士兵沒有任何限制 不受任何法律 國際不管是戰爭法的限制 沒有任何約束 你進到這地方你就發揮 你的所有的武器裝備 能夠千免敵人千免敵人 這就是為什麼以色列 他要下這麼大的決心 講這一話不可 而且也看得出來 這是為什麼以色列 對哈馬斯手段 會這麼殘酷 這麼慘無人道 好 緊接下我們來分析 如果說 如果說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以色列 這36萬大軍 他攻入加薩走廊 有沒有辦法說在短期之內 在這個簽名叫 這個加薩走廊裡面的哈馬斯 然後這36萬大軍 再抽調出來 來對抗北面的真主張 有沒有機會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分析 那我個人來講先講個結論 我覺得機會不大 因為他進入加薩走廊 這是戰略 但是他進入加薩走廊 就是戰術的問題 戰術他面臨是什麼樣一個戰術 跟戰鬥那就是城鎮戰 跟坑道作戰 我們要知道加薩走廊 這個被關了這麼一二十年 它底下的坑道是密布 城鎮也非常密布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加薩走廊自己本身的建築物 它裡面人口密度 是全世界人口密度 最高的地方之一 大概跟香港差不多 這麼多的人口 這麼多的這個建築物 還有底下遍布的坑道 再加上哈馬斯 你根本分不出來是 巴勒斯坦的平民 還是哈馬斯的武裝人員 你根本分不出來 所以你進去裡面 你第一個就不分 不分差別的 來實施屠殺 只有這個手段 然後或利用你制高鐵 用空中的這個優勢 制空權 來對地面部隊來實施轟炸 但是關鍵在你到坑道以後 你有沒有辦法消滅坑道裡面的 哈馬斯或人民 我跟各位說 坑道進去以後 這以色列軍隊就優勢完全沒有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以色列現在的優勢是什麼 第一個 它的火力強大 它地面火力它有它的戰車 空中有它的戰機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火力來講 它有優勢 第二個它有電子戰的優勢 它可以利用無人機 或現在的通訊設備 或現在的電子戰的方式 來對這個敵人實施掌握 互相構成這個 指揮管制通訊聯絡 形成一個整體戰力 所以你一旦進入坑道以後 你無限電就收不到了 就像是我們都知道 假如你有時候我們開車 進入到一個隧道 現在台灣隧道還好 那你如果說是到一些 這個坑道裡面去爬山的話 你就會發現進入山洞裡面 你這個手機的信號 就完全收不到了 那第二個 我舉一個例子 你進入坑道之後 你會迷失掉方向 就是你完全會沒有方向 你說我拿手機 來看我這個現在 在地圖上的哪個位置 你完全沒有方向感 因為手機收不到信號 那你只能靠傳統的直北真 我們都有一個經驗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經驗 就假如說我們今天到做捷運 到一個捷運地下道 我們到一個捷運站 我們從捷運站裡面出來的時候 你會突然一下失去方向感 你不曉得你現在是在哪個出口 前面這條路到底是 是哪一條街你不知道 到底是向北向東向西 你完全沒有概念 你必須要去看地圖 哦原來我在這個位置 那我今天要到什麼地方 應該是往南走還是往北走 還是往前還是往後 你才會有 你如果剛出地下道出口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 坑道站就是這樣 你出來的話 你在裡面會完全迷失方向 這第二個坑道站 所要面臨 以色列所要面臨的問題 它完全沒有方向 電子站的優勢沒有 火力的優勢沒有 這個 還有第三個 就是它在進入坑道之後啊 它 坑道裡面會分散的 就是說如果說我今天純粹為了作戰 我挖坑道的話 我進去裡面一條坑道往前走 我就會分兩條 然後兩條以後 到前面又兩條再分四條 那密密麻麻跟蜘蛛網一樣 那你今天我一個小隊進去 進入坑道 可能我十個人一個小隊 然後到前面岔路口 那你要不要分成兩個 就這邊五個這邊五個 你這五個人 到前面又一個又一個岔路口 你要不要再各分 一邊三個一邊兩個 再往前面推進 那你這樣的話就兵力越分越少 那另外一小隊被狙擊了 你這一小隊也沒辦法去救援 再加上我們從電視上我們看到 這個哈馬斯所挖的坑道 大概它的寬度 可能只有三十公分 只能容許一個人 就你如果說是一百個人進去 你一次也是只能一個人 那如果說對方有一請機槍 哈馬斯那邊有一請機槍的話 他就很容易一顆子彈打回 跟串相長一樣 就整串 就從第一個人 可能傷到第十個人 所以說非常非常 傷亡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在坑道裡面 這個哈馬斯也會佈置一些鬼雷 鬼雷 就像是我那時候 我們在金門 福國義的大概都有這種印象 都住在坑道裡面 那敵人來的話 我一定會設置門口 或幹嘛設置一些鬼雷 那一戰一個鬼雷爆炸 傷亡人數就很大 那你進入這個地方 你所有火力上的優勢 科技上的優勢 還有兵力上地形上 優勢完全沒有狀況之下 你貿然進入坑道裡面 其實我說實在話 結果死路一條 你就被拖在裡面 你根本出不來 那你怎麼可能 在短時間之內 結束這場戰爭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 微乎其微 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 以色列到現在 他大概也研判出來這種狀況 他也不敢貿然地 進入加他走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留下